2014元旦升旗典礼上将会有一场吸睛的演出 这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与三军仪队的操枪表演 虽然连日低温下雨,他们还是苦练,不敢懈怠 昨天在中正纪念堂做最后操练 整齐花衣的精彩动作,博得现场观众满堂喝彩 为了迎接2014年的来临 国防部示范乐队和三军仪队将在元旦升旗典礼表演 他们特别利用周末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加强练习 风车队形需要纯熟的技巧和默契 不过下面这个动作可就不能只用技巧和默契来形容 感觉他们很厉害 他们两个互相丢相的那个地方 好棒哦,对还是我们国军最棒哦 倒是很一致,很好很好看 观众的赞美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乐一队弟兄们已经为此准备了两个多月了 不过这几天气温不到十度 一队超香表演是否会受到影响 对,在超香过程中动起来就好 那事前的话当然是会做暖身 那在出场前那个白手 因为那个讲求力道 所以白手过程中其实身体就热起来了 一队超香实在太热了 就算是这种天气还是很热 不过对乐队来说天气太难 可是会影响演奏 我们要出发的时候会准备姜糖 让他们先暖暖身子 那也会每个人发一到两包的暖暖包 放在他们的衣服里面 对,那到现地之后呢 我们会做一些热嘴跟热手的动作 让他们乐器有时候吹得比较顺畅一点 不过就算是元旦升级典礼 天气再怎么寒冷 在国防部示范乐队和三军仪队 还是会把最好的演出呈现给所有国人 记者张志诚张志诚台北报道 今天的新闻通 我们就来学 一对的手语要怎么比 先比操腔 再比列队 操腔 加上列队 两个手语动作 就是一对的表达